好了 主播蘇迪勒 來勢洶洶 宜蘭首當其衝 大家都不敢輕忽 我們可以看到五節鄉警眾居民 一大早就做好房台工作 因為他們的地勢低窪 就怕蘇迪勒帶來好大雨又會淹水 趕緊是把住家的所有家具 一袋一袋的打包好 就往桌上堆疊 另外一邊居民也趕緊的是 把電視 家具類都往高處放 整個倉庫我們可以看到 是堆滿了家具 我們先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蘇迪勒一步一步的逼近 居民都還是相當的害怕 因為只要颱風來就會淹水 我們還可以看到住家之前淹水的痕跡 所以居民們也都是親自的做防水板 我們再到戶外可以看到屋頂上 滿滿都是居民堆放的沙包 就怕石器駕鋒會把屋頂掀開 而抽水站也是早就備好了多部車子 來隨時待命 大家都在備戰狀態 就是要做足防台準備 以上現場最新